当时在我在市场第一眼看 它的料子可能贵的一点点 拿回来一看的时候想一下 这个料子首先它的细腻度够 还有一点点的底色 边缘的房屋 它相对的也比较的饱满一点点 皮线也不错 像这种料子在雕刻上面 它比较的显功 做出来的效果跟原始的 完全是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就从这一堆里面 挑两三件给大家记录一下 看一下起货的效果 也可以你们见识一下 以后遇到这种料子 你们脑子里面有一个概念 这一手料子的起货效果 它有一点的果律 还有黄雾 也是根据粉丝定制的要求 这三个料子 符合了一套 做了回天的一个造型不同的 有的是天女上花 有的是反弹皮吧 有的是拿着一些的乐器 整体的规划跟人物的造型 是以仙女为主体的 大的这一片 我们所说的就是天女上花的 姿态也是从上往下的那种 腰柔多姿的那种感觉 下面黄雾 我们取了一些的花 旁边这些黄雾 我们只是稍微点缀了一下 背面的位置 我们就是以山水为主体的 稍微过渡一下 这一点我们利用上面的黄雾的位置 做了幻弹的琵琶 人物就是在上面 下面的位置 我们就做的那种天空的一种场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水的意境 后面也是同样的一种的做法 做了一些的山水 另外一件 我们就做了天女上花 利用黄雾的边做了衣结 肉身的位置 就是用果律身来做的 背面的部分 这款料子 我们就没有过多的雕刻了 只是调一点种水 这三件作品 体材都是粉丝给我们提供的 不同的灰天所设计的造型 大家觉得哪一件会更优美一点点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